有些美国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核武库经不起美国的第一轮打击 这种观点您认同吗 我不认同 因为我们现在就算是陆基的固定的核发射阵地 它在我们建造发射阵地的时候 我们是从多方面进行考虑的是 它这个阵地选择是非常苛刻 非常精心设计的 它就要防侦察 防打击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发射阵 它本身也是进行过加固的 而且我们还在周边也部署了一些反导体系 同时我们这些发射阵 它也采取了一些规避的措施 比如引真试假 你现在美国看到的 是不是我们的真的发射假 那还是一回事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采取了许多措施 你美国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但是无论如何把中国的战略和力量定位在反击上 是不是客观的降低了这种战略力量的效能 没有 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今天 几代的军委主席都尊存这条 从军事上讲 中国面对的是美 以前还有苏俄 面对这么强大的 十倍以上的 如果计算软实力十倍都不止的 你要是说我是宪法制人的 那你就把自己摆在一个连道德高地都占领不了的地步上 所以这是很高的民族智慧 表面上是说我是非得二次反击 我从来不首先使用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 您就看看为什么美国对北朝鲜那么仇恨 对伊朗那么仇恨 他们在发展所谓核武器的时候 他都没有采取外科手术把它拿掉 这就是害怕 一拿就乱了 这世界就乱了 这门槛不能随便迈过去 那么中国把这个门槛设得更高 这一点在战略上面 有礼 有情 在这方面 在军事上面不能说 弱势没有优势 他在弱势上面建立了一个优势 就是在我不率先使用 当然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就坚持后发制人这么一个核战略 本身我们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国防费要比美国的 在核有时候投入上 他们说我们的国防费不透明 或者我们国防费增长太快 那么就是说 你要进行第一次核打击 和你要进行第二次核打击 它的国防费是不一样的 第二次核打击首先我要保存我的生存能力 然后我要再进行打击 所以他的投入可能要大一些